今天是2023年12月12日星期二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惠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关于尔巴战争 在战火刺热的时候 美国竟然火上加油 向以色列出售近14000枚的坦克弹药 究竟美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有这样的行动呢 是不是真的只是发战争才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讲一下 第二个话题就是明年2024年 在香港警务署成立180周年 警队就特别制作了一款 别出心才的阅历 即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一款 我们除了会和大家分享 警队有礼 将这一款这么精美的阅历 送给我们的读者之外 还想借着香港警队迈向180周年这个里程碑 再次向警队致敬 我们先看看耳巴消息 耳巴战火自10月开打以来 持续了两个月 截至到拍摄节目的这一刻 加沙死亡人数已经去到18000人 加上冬天快来来 更加令人担心加沙平民要面对的人道危机 就在这个时候拜登政府运用紧急权力 在不经国会的审核下批准向以色列紧急出售近14000枚的坦克弹药 价值是大概1亿美元 声明说到国务卿布林肯 确定存在紧急的情况 所以要立即向以色列政府出售武器 另外也有提及 售武的目的 是被以色列用来增强威胁地区威胁 加强他们的国土防御 还说是不会改变那里的地区基本军事平衡 追风痴就是这件事传出的时间 是发生在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 再一次一票否决 在加沙实施人道停火的决议草案 不单止不帮忙杀停战火 反而还要卖一些军火武器给他们 美国真的只是想发战争才这么简单 老实说 今次美国向以色列售武 涉及的款项只是大概1亿美元 根本不是大宋目 如果说美国只是想捞游水 似乎不是太讲得过去 反而是见到美国似乎 就很想在这一场战争里脱身 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美国偏袒以色列之下 已经是泥足深陷 就算以军如何违反国际法 甚至公然侵犯加沙平民的人权 上了拆船的美国已经是落不回来的了 近日还要爆出以军侮辱巴人 有片段显示被俘虏的巴人 只是穿着一条内裤 排队坐在加沙城的街道 美国对以色列小马大帮忙 所受的压力早已经是非常之大 加上明年2024年又是大选年 自然就是想早日解决尾巴问题 全世界都见到的了 以军攻打加沙 就好像大石砸死蟹 哪用美国卖武器支援呢 加上有媒体引述消息 说布林肯要求以色列 在今年的年底前 结束军事行动 可以见得到美国真的非常投衡 所以有理由相信 美国授武就是希望 以军尽早打完这一场仗 之前为了拉拢以色列 无视加沙平民的人权 现在或者是为了一己之利 不管加沙平民的生命 做大国做到美国这么下流 真是只能够说一声 绝 好了我们看完国际新闻 转个头来看一下本地的消息 2024年就是香港警务署成立 1880周年 为了加深市民对警队 和执法者的装备的认识 所以就特别整了这一款 精美的月曆送给市民 即是我抬头的这一款 记得警队都曾经制作过2023年的月曆 主题就是警队建筑物 部分的月曆卡上面都配有香港的地标 出来的效果都已经是非常之抢眼球了 2024年的月曆就更上一层楼了 大家看到就是用了银色盒带的设计 上面就打印了维港两岸的暗花纹 当中还附上了有月曆卡 警察造型卡和建筑物卡 12个月份配合了警方12个行动认证单位 而这12个单位就比较和市民多接触和熟悉了 月曆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看得、用得、游玩得 用得就大家明白了 那看得和玩得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月曆卡可以配上 不同的警察造型卡、建筑物卡 插在月曆卡座上面 与其只说不如我亲身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实物历历的了 我们以一月的月曆卡为例 上面就是写着机场特警组 Airport Security Unit 即ASU 基本上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机场的特警组当然有警察、警犬 亦都有机场的建筑物 我们插在这里 再配上一个一月份的月曆卡 这样就组装出一个很精美的月曆 当然漂亮的 一定会压少少位 支持警队的大家 见过实物 相信都很想拿到这份月曆 而警队拿月曆的活动 是截至到今天 12月12日下午5点 节目播出的这一刻 他们的活动已经完结了 不过大家不用失望 因为机会来了 我们特别多谢香港警队 给了100份月曆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派给帮港出声 和HKG报的观众读者 但要拿这么漂亮的月曆 当然就要给点诚意 首先要填写网上的表格 网址我们会放在资讯栏上 亦都可以素描我左手边的QR Code 填写姓名电话 同时就要回答一条简单的问题 就是2024年是香港警队成立多少周年 有看节目的大家一定是知道的 之后再写一句支持警队的说话 为了显示支持 是不可以少过10个字的 由于月曆的数量有限 所以越有心写出支持警队的心声 就越有机会被选中 活动日期会由今天12月12日开始 就去到下个星期二 12月19日晚上7点 如果被选中 就会有专人以WhatsApp 去通知领取日期的时间 到时大家就可以亲身 上到来我们的Office 在荔枝国 详细也可以看网上表格的内容 其实这几年来 警队用心捍卫治安 守护市民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们的尽忠职守仍难而上 经历过占宗黑暴 仍然是坚守崗位 履行守护香港的志向 趁着警队迎接成立180周年的大日子 再一次向所有的师兄师姐 阿sir Madam致敬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 的三部曲 留言、赞好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